这就是我的配合的 机车后方的黑色公事箱 一打开 里头全是一罐一罐 分装后的药品 一一向检警解释 还带着炫耀的口气 说这是他出门看诊的机器 我现在不是烦恼 那些油的管理 还是烦恼我的管理 我在烦恼这三十年 我在这里 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办 从事密衣被抓包 似乎也没再怕 检警从他家里 搬出了一箱又一箱的药品 把门口全堆满 带回了警局清点 不得了了 有一大半是过期的药品 已经过期十年了 那他保存期限是在 2008年2月25号就到期了 有针剂 有口服药 还有药膏 各科药品几乎都有 检警查出 追命57岁的灵性男子 没有医师执照 却在彰化社头乡下 自称领医师 平常骑的摩托车 专门帮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道府看着 过期的我们会帮他销毁 因为他这样子 不用销毁去药厂 就是医院没有效 才来找我爸 他对外都宣称 他的艺术超级的高明 他甚至他都能 帮枪极换给挖 受伤的子弹出来 调查发现 这名密医只有高职毕业 早年有到北部一间医院 做技术人员 学到了一些药理知识 当起了行动密医 还随身携带假证照 博取病患信任 每次收取一到两百元 甚至曾经到医院旁边 帮重症病患打针 一个月至少赚十万起跳 另外过期药品 有没有流入市面 还要调查 目前检方已经向法院申请 激压获诊 散新闻 取出为方品的彰化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